延续朱立伦好的政策 侯友宜 未完成的继续打探 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晚间受邀参加板桥词汇公参许 他一扫上午陷入文化大学宿舍争议案的严肃气息 脸上挂满笑容 侯友宜宣示 上任后将加速捷运三环三线完工 推动防灾行动更 延续市长朱立伦好的政策 还没完成的继续打探作 侯友宜逐桌向在场人事敬酒 握手寒暄 现场气氛热络 不少婆婆妈妈争相合照 并高喊动算 侯友宜致辞时说 他担任副市长七年多 一步一脚印 朱市长好的政策应该延续 对于前人的努力 他心存感恩 但好还要更好 市政工作要一棒接一棒 不断推陈出新 改变 过去七年累积的经验 他对市政最了解 希望好好为市民做事 让新北市更加发展 侯友宜指出 市长朱立伦规划好的三环三线 开上任后会加速完工 并推动大规模房杂行动更 努力增设公共托育中心 托脑中心 朱立伦还来不及完成的运动中心 运动公园也会继续做 若找到合适地点 邦桥地区未来有机会再规划一座国民运动中心 他强调 市长还没做完的 我会继续打盘 侯友宜说 目前正在进行的新装温载镇都市计划 未来的板桥福州都市计划 他会重新构思 解决问题 他并谈到 清北市连续四年被远见杂志评鉴治安指标 拿下6都第一名 这是值得骄傲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订阅